伊朗议会200名议员18号发表联合声明说 美国完全取消对一制裁 是伊朗恢复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主要条件 声明说 美国对一制裁应完全可验证不可逆转的取消 取消部分制裁相当于没有取消制裁 同意保留部分制裁意味着承认其合法性 2015年7月 伊朗与美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中国和德国达成一核协议 根据协议 伊朗承诺限制其合计划 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一制裁 2018年5月 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一核协议 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一制裁